面对美国打台湾牌 台湾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12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仿佛患了躁郁症 从之前的剪刀枪变成剪刀机关枪 当天出席同场活动的台湾地区 前副职领导人吕秀莲则用兵凶战威 来形容当前的两岸情势 两人的表态分别向民进党当局 传递出哪些信号 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 赖月谦带来全面分析 民进党当局近期下令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并称现在是商签所谓 台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绝佳时机 台湾学者邱达生直言此举应是美国有暗示 而另一位台湾学者严震生认为 即将访台的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 或许将要台湾进口更多的美国石油 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 所谓台美自由贸易协议可能有下文吗 被绑上美国战车的台湾 又将面临怎样的处境 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 赖月谦带来全面分析 继阿联酋与以色列宣布实现关系 全面正常化不到一个月之后 美国以色列和巴林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 以色列和巴林已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巴林与阿联酋在几周时间内 相继与以色列建交 这背后有哪些政治因素 接下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又将如何演变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混物用酒 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针对美国国防部发布 《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 涉台问题上的无端指责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造成当前台海形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是民进党当局妄图携扬自重 以武巨统 是外部反华势力企图以台制华分裂中国 我们必须严正指出 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有人胆敢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挫败任何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图谋和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来看下一条 继台美9号10号称 大陆连续两日派出多架次苏30坚实战机 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后 13号岛内青绿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 当天上午解放军军机再次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报道提到 根据航空轨迹及广播记录 13号上午7点30分左右 美国空军18C指挥机进入巴士海峡 飞往台西南方向空域解放军战机出墨地 上午8点20分 台空军对位于台湾西南方向空域高度2000米的解放军战机 两次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 报道引用台资深军事迷的话说 根据先前经验 以高度2000米飞行 因为解放军战机运巴反潜机 方式及目的与9号10号的情况类似 台军的所谓驱离广播 几乎成为解放军战机打卡的证明方式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面对美国打台湾牌 台湾安全会以前秘书长苏奇12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仿佛患了躁愈症 从之前的剪刀枪变成剪刀机关枪 当天出席同场活动的台湾地区前副职领导人吕秀莲 则用兵凶战威来形容当前的两岸情势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安全会以前秘书长苏奇 12号出席台湾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举办的一场论坛活动 他首先从美国大陆台湾的格局谈起 称70年来从未有现在的情况 苏奇表示民进党当局现在已患了躁愈症 尤其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赴台活动后 民进党当局就因美国打台湾牌 而兴奋到仿佛捡到机关枪一般非常焦躁 苏奇举例说民进党当局近来频繁快速出招 包括阿扎赴台 无人机售台 美国国务院次侵即将赴台 采购鱼叉导弹 开放美珠进口 进爱奇艺等等 打得牌又快又急 过往可能几年才会出现一个大的新闻 现在却集中在两个月发生 这就是躁愈症 苏奇表示美国五角大楼最新军力报告 已坦承美国的军舰 导弹 防空 都落后解放军 美国迄今对台的所有动作 包括高层访台 所谓六项保证 台湾媒体宣传等 都只能凸显其心有余 而改变不了力不足的客观事实 台湾很多人不相信 美国人怕丢人 嘴上也不愿讲 但许多报告资料都默认这样的事实 既然美国的能力不够 台湾的未来就变成由大陆决定 民进党在台湾的政治斗争 选举算计是一流的 力量评估算得非常准 但为什么碰到国际情势 就不去算力量对比呢 对此苏起提醒民进党当局 这段时间我们在配合美国的激情 在演戏的话 我们自己会到时候受伤的事是我们 所以我一直觉得 在这方面可能太照进了一点 当天出席同场活动的台湾地区 前副职领导人吕秀莲 则是用兵凶杖威一词 向民进党当局敲响警钟 几十年来 两岸关系最险峻的就是 最近几个月 以及8月 现在进入9月 所以用兵凶战威来形容 非常的贴切 民进党当局近期下令 开放韩瘦肉精的美国猪肉等 进口台湾 并称现在是商签所谓 台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绝佳时机 台湾学者邱达生直言 当局此举应是美国有暗示 而另一位台湾学者 严震生认为 不久美国又要派国务院 赐克拉奇来台 很难不让人联想 美国又要台湾进口更多东西 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后不久 蔡英文就公然违背 岛内行政规则和民意反对 突然宣布 扩大开放韩瘦肉精美国猪肉 和30月龄以上美国牛肉进口 此举被外界看作是 为了换取与美国商签所谓 台美自由贸易协议 台湾经济研究院国际处 继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 对此表示 这应是美国有暗示 商签所谓台美贸易协议的目的 是为了经济安全 洽签后 美国可把数据中心 研发中心设在台湾 这对于台湾产业安全有保障 台湾也可利用该协议 去敲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大门 另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次亲克拉奇 将于9月17号到19号访台 主持所谓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 外传克拉奇此次来台 是为了谈供应链重组 5G和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 不过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欧美索研究员严震生认为 最近特朗普政府 允许开采阿拉斯加一处 在北极圈保护区的石油 而克拉奇主要负责的 就是经济发展及能源环境事务 因此美国可能要求民进党当局 进口更多的美国石油 面对各界的质疑声浪 绿英明代卖力替当局缓夹 如果真的来的话 会讨论到未来绿能如何合作 以及5G 甚至我们相对应台湾的优势产业 我们的科技业如何彼此之间 并不是买卖而已 而是成为实质的伙伴 是不是因为先开放了这个猪肉进口之后 才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而这样的对话 其实并没有对于任何经贸地位 有提升的实质意义 有岛内媒体评论称 克拉奇访台不仅要加强所谓反中力道 更重要的是从台湾攫取经济红利 台湾别期待从贸易协议中尝到天头 本栏目由豪氏特员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 我们来联系台湾时事评论员 黎建南 赖月谦 欢迎二位 首先想请教一下赖教授 我们是关注到 苏奇表示民进党当局 现在已经患上了躁愈症 那配合美国的演出 牌是打得又快又急 您觉得这民进党当局 是不是得了躁愈症 此外就是过往几年 可能才会出现一个的大新闻 现在是集中在两个月发生 如此急行军的做法 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好的 主持人 赵玉症 是我们在精神或是心理疾病上的 一个专业的用语 赵症就是说你的情绪高亢到一个程度 然后到那个高峰以后 突然间往下坠 那么最到最低潮 那么甚至想要轻生这样的一种 对于生命了无生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预证到最低点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民进党不太像是有预证 严格上来讲可能如果按照苏奇的解释 应该就有造证 也就是说到目前来讲 民进党都陷入情绪非常亢奋的一个阶段 那他的情绪之所以亢奋是因为在这段时间 美国这些高官络绎不绝地到台湾来 这个对蔡英文来说的话 那他当然显得非常的亢奋 所以他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造证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美国的总统的大选 在11月即将要举行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的民调一直居于弱势 那他的民调一直居于弱势 所以他一直在打台湾牌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对蔡英文来讲他大受鼓舞 但是问题就在于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中 如果到最后大陆这边 他认为美国已经触碰了他的底线 蔡英文也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 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这个情形下刀锋一转 整个两岸的局势骤变 对于美国来讲很有可能就退避三色 就是不关我的事 最后造成不可逆转的情况的时候 我想那当然就有可能 按照书记所说的陷入的预证 因为在这个情形下 美国袖手旁观 蔡英文不知道哪个地方是他的去处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是就给台湾或是给两岸 都带来很严重的伤害吗 只有大陆才能和台湾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但是装睡的人是叫不醒 谢谢教授 想再请教一下李建南先生 苏启是引用了 美国物教大楼最新军力报告 称美国对台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台湾的未来取决于大陆 而非美国救不救 苏启还说 民进党在台湾的政治斗争 和选举算解都是一流的 为什么碰到国际情势 就不去算力量对比呢 想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 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干部 他的程度太差 那程度太差 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 他们反而非常聪明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精力跟阅力 那现在第一个呢 他们讲就是对于现况 他们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呢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以以前的现状 比如他们还停留在30年前 30年前 那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实力呢 跟美国呢 可以说完全不能比较 可是今非习比 他们不去呢 不是不了解这个现况 而是躲避呢 谈这个现况 第二个 美国变了 那么美国呢 仍旧是世界的一个强国 但是美国最大的变在哪里 它的实力还是比中国大陆强 最大的变呢 就是它完全呢 没有以前的荣誉跟理想了 以前美国要当世界老大 它要做一个有荣誉感的老大 而今天呢 美国要当一个世界老大 它是一个不择手段 能抢就抢 能骗就骗的一个老大 那么这样来讲呢 它能撑多久 这是呢 但是民进党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形 那民进党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形呢 就是民进党 它今天掌控了台湾所有的声音 不管它的正面媒体 它的这个政论节目 它的地下媒体 它的网络媒体呢 都是一面倒 而控制这些媒体声音的呢 又几乎呢 都是台独 那台独呢 它是完全要大家去中仇中远中 就是说呢 你中国越远越好 它凭什么仇中抗中 所以就一厢情愿的呢 就是就说依赖了美国 幻想说美国不会抛弃台湾 即使说美国已经很明显的讲到 说这个台湾你只是个笔尖 这个大陆是一个办公桌 它怎么会珍惜你呢 可是呢 它必须呢 这样就是说 自圆其说 一厢情愿 可惜民进党政客是指 听自己想听的声音 自说自话 那眼下的美国国务院次卿 是即将赴台 岛内对此多有关注 之前绿营表示 台湾开放美牛美猪进口 是铲除贸易壁垒 那赖教授啊 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次卿来台 可能会给台湾带来些什么 岛内所猜测的掐签所为 台美自由贸易协议 又可能会有怎样的下文呢 当初台湾一直极力努力要做的 尤其是国民党时代的马英九 他一直努力要做的是 台美之间洽签 把关税最好是降到零的 这个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当时马英九他想要开放 含瘦肉精的美猪美牛进台湾 他主张的是说美牛 30岁以下的才能进来 这样的话就避开了狂牛病的 对于台湾民众的伤害 第二个呢就是内脏 尤其是猪不是进全猪 猪的内脏是不让它进来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那我们看到了 如此的条件 在当时民进党强烈 强烈的反对下都通过不了 可是现在民进党 是要把含瘦肉精的美国猪 枕头进来 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心甘情愿 他说我没有要交换什么 因为这是要扫除 贸易障碍而已 我已经答应美国人要这样做 所以我先兑现我的承诺 可是问题就是 美国从来没有答应 要跟台湾签FTA 美国所谓的 他要跟台湾签的是BTA 就是双边的这个贸易协定 双边的贸易协定 美国已经在还没有谈判之前 已经告诉你了 你台湾每一年 赚我美国一百多亿美元 这个贸易顺差要解决 换言之也就是 美国的谈判的目标 已经出来了 那也就是这一次的 台美的贸易协定 是以缩短美国的贸易逆差为主 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 美国是吃干 抹净 什么都要 而蔡英文政府看起来 对美国是一点招架余地都没有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他把两岸的关系 搞得非常的紧绷 使台湾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海峡新干线 欢迎回到东南卫生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元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日前以行政命令 宣布自明年元旦起 开放美猪美牛进口台湾 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 为了换取所谓的国际地位 民进党当局利用各种政策 是要将美猪的推广进行到底 然而附有监督审查职权的 台立法机构静默无声 台卫生福利部门 则是极力辩护惹来众怒 本周的台湾大话王 就带您回顾 本周在岛内持续发酵的 美猪美牛争议 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 近来频频亲上火线 为美猪背书 声称含瘦肉精的美猪美牛 对人体没有危害 台湾民众党和岛内媒体 则翻出他的过往言论 堪称跨时空打脸 那美猪我们 会否负责别人 负责 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只有是安全 我们对安全一定会尽最大的责任 来办法 不会让任何的因素 来影响我们对于专业的见识 不仅如此 台食药部门7号深夜 公告散装食品标示规定 明定原料含猪汁的散装食品 可以不标注产地 此举进一步引发岛内疑虑 有一些相关的文字 大家需要把它再确认 行政作业上我们总是谨慎一点 台卫福部门也公布了 进口美猪主体 以及内脏部位瘦肉筋的残留 允许量标准 此举等同于宣布 美国猪将全面开放入岛 同时 卫福部门要求 从2021年1月1号起 岛内所有商店 都得强制标示猪肉 所有部位的原产地 相关规定 让台湾各阶层群体 怨声载道 在猪肉生产加工 及销售业者 对标示问题感到头疼之余 岛内普通民众 也对美猪的全面进口 表达了担忧之意 对此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称 美国猪肝 猪肾 猪肺 没人要吃 即使开放 台湾也不会有人要买 陈世忠则恬不知耻地说 民众如果担心 务实瘦肉精影响健康 就要通过均衡饮食 适度运动来保护自己 民进党当局的行政官员 如此拖鲜演出 实在令人瞠目 对此 国民党发起所谓 十安公投联署 从12号开始 在全台22个县市展开 台主不要爱 捍卫台湾主 捍卫台湾主 陈世忠讲 他第一个就说 他有身高 他不是瘦肉精 我这个老弟 实在是不怎么样 这个是无耻的 不要脸的政府 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无耻的政治人物 早就该下台了 应该什么 应该抓去羌皮 我告诉你 好不好 这个再讲下去 我生日经都出来了 政府依据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科学的证据 要就牛肉都落进口 做有效的管理 并且明白的标示 国民党却一款过去 还要为反对而反对 我们觉得 可以平民理 对此 国民党前民代孙大千 12号在脸书发文批评苏贞昌 不愧是一位 连神明都敢耍的政客 说起大话来 脸不红 气不喘 民进党当年才是 为反对而反对 现在却是 为巴结而屈服 他是长期的支持者 民进党从党外的时候 看起来就 那个理想的色彩 跟我们比较近 他因防疫人气窜身 被拱成所谓英雄 但也争议重重 我也常常强调 就是说 我身上也挂满了剑法 也欢迎大家来设 他是绿营参选 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却又备受忌惮 试图未卜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诗员 一起来关注今日中榜话题 继阿联酋与以色列宣布 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 不到一个月之后 美国以色列和巴林 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 以色列与巴林 已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对于这一协议的达成 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当地时间9月1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巴林与以色列两国达成共识 将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巴林外交部当地时间 12号下午发布消息称 巴林外交大臣阿布杜勒 拉第夫扎耶尼当天早些时候 与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奇通电话 两人就两国将实现 双边关系正常化互之问候 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强调应在各个领域 发展两国关系 以满足双方利益 和推动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 这是巴林与以色列高官 在两国领导人 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的 首次直接互动 在与巴林达成协议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他对与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达成另一项和平协议 感到兴奋 刚刚宣布 与以色列实现关系 正常化的阿灵球 对此也表示欢迎 对于巴林加入 以色列的朋友圈 欧盟发声明表示 全面解决阿易冲突 需要采取区域包容的方式 欧盟随时支持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为实现公正与持有的和平 而展开实质性的谈判 不过 巴勒斯坦11号晚发表声明 强烈拒绝和谴责巴林 在美国撮合下 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另据巴勒斯坦瓦拉通讯社报道 当地时间12号晚间 巴勒斯坦政府已召回驻巴林大使 当天 数十名巴勒斯坦人 还在越旦河西岸的街头 举行示威活动 有人焚烧以色列 美国巴林 和阿联酋领导人的照片 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巴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2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出 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 达成关系正常化 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缺乏合法性 而这些都是来自美国白宫的阴谋 旨在使穆斯林国家蒙受侮辱 掠夺其资源和财富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眼波市的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我们看到巴林市与以色列 建立了外交关系 巴林成为了继阿联酋之后 加入以色列朋友圈的 第二个阿拉伯国家 想请教一下 这背后有哪些政治因素呢 在此前 阿联酋与以色列恢复正常关系之后 那么那个时候 美国和以色列就曾经给出过预告 称巴林将是下一个 与以色列接近的国家 那么现在预告已经成真 而这样的一种情势的背后 我们会看到多重的因素 首先对于巴林来说 与以色列之间 进行这种正常关系的搭建 以及加入以色列的朋友圈 首先是基于近年来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 国家关系的变化 那么我们会看到 包括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在近些年与以色列的关系 似乎有所缓和 而针对伊朗的意图 是格外的明显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给了巴林更多的外交政策的空间 那么此前 阿联酋与色列之间 相互关系的搭建 也给了巴林一个契机和平台 那么现在 巴林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那么同样我们会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选择背后 沙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因为巴林与沙特之间关系紧密 在很多的问题上 都要与沙特保持相对的步伐的一致 所以此次建交可以看出 沙特在背后应该没有发挥 重要的主要阻碍的作用 反而有让巴林进行试水 进一步的观察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关系变化 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的一种考量 那么同样我们会看到 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此前 阿联酋与以色列接近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 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 那么对于在选情中的特朗普政府来说 这样的一种动向 会使在下一阶段 美国的中东政策 有进一步的加强和加深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 促使地区的盟友和伙伴 进一步与以色列之间 保持更好的关系 使当前美国针对伊朗 遏制伊朗的包围圈 变得更加的坚固 更多的符合于美国的中东战略 同时也会在美国大选期间 为总统 为美国政府进一步的加分 所以以上的各方面的因素 是近一时期 我们会看到 中东出现一系列变化 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巴林与以色列建交 尽管巴勒斯坦方面是反应强烈 但是恐怕难以改变 部分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走近的趋势 那在这个议题上 最不好受的除了巴勒斯坦 还有伊朗 想请教一下您如何来评价 接下来中东地区 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那么美国的中东政策 是否将会施行的愈发顺利呢 我们首先会看到 确实近一时期 中东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下一阶段 还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 而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过程中 首先大家关注的 是在中东的这种 情势的变化的过程中 伊朗所处的地位 以及在下一阶段 它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在过去几年来 可以看出 在中东的运作的棋局上 伊朗不能说 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确实伊朗变得更加的孤立 不管是美国将伊朗 作为地区战略的核心 对伊朗极力的打压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还是伊朗与其他的 国家之间的关系的 一些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都可以看出 当前伊朗面临的情势 是非常的严峻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大国 伊朗不会放弃 自己的利益和主张 那么在下一阶段 伊朗有可能成为 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的变数 那么伊朗采取的政策 也有可能进一步的 搅动中东的局势 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整个的中东的局势中 过去大家会更加的关注的是 巴以问题或者说是阿以问题 把这个作为 未来中东政策发展 中东局势变化的一个核心的 观察的因素 但是现在似乎 阿以问题已经被边缘化 那么未来更多出现在 中东齐聚上的 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是地区国家之间的较量 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变化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一方面我们会观察到 美国的中东政策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管是此前 美国从叙利亚要表示要撤军 以及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态度等等 其实是进一步的削弱了 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使美国在中东战略中 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 而俄罗斯反而会处于一种 相对主动的状态 那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博弈 也并没有达到 此前美国预期所能达到的目标 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 随着中东的进一步的变化 包括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 如果能更多的配合 美国的地区战略 那么我们会看到 中东的情势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有可能出现一些 有利于美国的因素 美国也有可能抓住 更多的政策的抓手 所以下一阶段可以看出 美国仍然是中东和平安全 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可惜的是 这个因素未必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元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当地时间9月12号 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塔利班 和该国其他派别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正式开启和平谈判 根据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方面 今年2月底达成的协议 阿富汗政府应释放 5000名塔利班在押人员 塔利班则保证释放 1000名被扣押的政府人员 但双方交换 在押人员的进程多次中断 由于阿政府与塔利班 就相互释放在押人员有分歧 本应于今年3月启动的对话至今搁置 有媒体指出 鉴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立场 存在巨大差异 谈判不会一帆风顺 预计将耗费较长时间 就此话题 我们继续来联系 北京研波市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 自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首场谈判 在卡塔尔多哈正式开启 鉴于双方的立场存在巨大差异 这一次谈判 想请教一下 是否有望达成实质成果 此外就是想要从中东战争泥潭当中抽身的美国 能为何谈做一些什么呢 确实我们观察阿富汗的形势 从今年年初以来看到了很多的变化 尤其是2月份的时候 美国和塔利班签署协议 被认为是阿富汗局势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那么现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 即将走上谈判桌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但是是不是就此可以认为 未来阿富汗的这种和平进程和政治进程 会得以顺利的开展 从目前来看还不会如此乐观 首先我们会看到 在今年阿富汗的变局中 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的因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一次竞选的时候 曾经答应他的选民要从阿富汗撤军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阿富汗的政策 试图放弃此前针对塔利班的一些 非常强势的政策手段 那么试图与塔利班之间能够达成和解 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 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这种和解 是基于美国方面做出的一些政策妥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样的一种妥协 能够完全抹平阿富汗国内的一些纷争 在此前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协议的时候 阿富汗政府就明确表示反对 甚至在这个释放囚犯的问题上 认为美国是代替他们发言 是一种强迫 表示出了比较强烈的这种反对的情绪 那么现在未来 对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来说 如何在这个政治进程中 找到彼此的利益契合点 来尽可能的弥合分歧 从目前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那么在下一阶段 美国当然希望双方尽快的能够达成协议 能够使美国从阿富汗抽身 但是美国的这种急于撤走的态势 有可能把阿富汗留下一个烂摊子 甚至可能成为这个地区局势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匆匆撤出 其实我们看到 并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和平和安全 而是为了一己私利 而美国撤出之后 以及未来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 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 也并不全是这种积极的因素 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变局 所以未来阿富汗的局势 以及阿富汗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仍然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好的 谢谢苏小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像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